這邊已經收到抗告狀了啦 他們說最快明天就會有新的財事 會不會有可能說你擔心又要再去開家庭 聽到抗告狀已經送達高院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表情看來有點驚訝 北檢經過搜證補強證據後 在3號下午5點提出抗告 而柯文哲的委任律師鄭申源 也在同一時間帶著大量資料 到台坡大樓找柯文哲開會 三個小時過去律師終於下樓 收到抗告的理由書在 可以的話再適度說明 那剛剛有跟主席討論一整個殺害 推驗什麼 我們會討論本案的問題 證實有跟柯文哲討論到 金華城案相關問題 但對於訴訟策略三間其口 不都不知情嗎 覺得會被補回還是說會再重新開家 我們就等候高院把關的裁定好不好 今天下午跟這個律師在這個 辦公室大概有談了一些什麼 接下來這個 這個 明天出門再談吧 柯文哲的官司多頭燒 但人不忘在晚間8點 離開台坡大樓後 前往台大醫院探視父親 柯文哲的自由聲 還能持續多久 就看下一步抗告的攻防 檢察官如何舉證 三立新聞 柯文鑑文鑫 諾文鑫小組 五台報導 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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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